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加了一针之后一直织过来,直到这边剩下4针 1,2,3,4,4针之后我们这4针就丢掉布织,然后回过来 把这个回过来,然后把这个线放到后面 然后我们用这一根针,然后再织这个线,织这个紫色的线 这个霉红色丢过来的4针啊,这就是头尾丢4针的意思就是 这个头这边丢掉,丢掉4针,然后直到最后这个地方的时候 剩下4针也就直接丢掉布织,然后这个第一针挑下来布织 头尾丢4针,中间2针2针的丢就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我们知道最后这一针是加的这一针,就是一开始加的这一针 我们不要直接这样织啊,不要按照正常的思路这样直接这样织 这样织过来的话,大家看一下这样直接织过来 这边会有很大的一个洞,这样就不好看了 我们要怎样织,我们把这个针从这个下面,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织过去,这样就不会有一个洞 这样啊,这样直接织过去,然后拉紧,然后这边就不会有那个 有一个有一个洞在那边,这样到时候,我们上到鞋底的时候 也会好上,然后我们再把紫色换成绳梅红的线 把紫色线压到后面,然后这边也要加针啊 只要换到这边来的时候都要加一针,就这样把针压到线上面绕过来 直接这样织过来 头尾丢4针,现在中间啊,现在我们织中间就是2针2针的丢 好,我们知道这边,这边又剩下2针 这个4针是之前的啊,这个2针再丢掉,然后我们再反过来 按照刚刚的方法,第一针调下来不织,然后又全部织回去 然后我们又知道了这个加的这一针,从这个下面织过来 这样,我们再换线 再换这个紫色线加针,记得一定要加针啊 知道这边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加针,线绕上来 千万不能忘了 我们知道这边织过来的时候再丢2针,就一直这样丢啊 再丢2针,这个就是这个是之前的,现在又开始丢2针 然后再反过来织 咱丢针的方法就是一直是这样子 中间一直都是织过来的时候丢掉2针,织过来的时候丢掉2针 丢到最后剩下这根针上剩下4针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直接整个鞋侧面的丢针,加针的方法就织完了啊 然后我们就开始要织鞋背了 加的这一针,直接从这边织过去 就这样,然后我们再换深梅红色的线 再织,然后再丢2针,再2针2针的丢 就一直按照这个方法,把这个鞋侧面这个地方织完 把鞋侧面这个地方织完 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把这个地方织完 织完之后我再教大家织鞋背 我们这边丢针丢,丢完了啊 最后剩下这个,最后一次丢针 这边还剩下5针,然后我们再换 再换这个梅红色的线再织,再织过来丢一次 加针啊,就这样,压上去加针 好,我们再丢2针,然后这个针上最后就剩下4针了 剩下4针,然后我们就直接织过来 直接织过来啊,直接织过来 然后我们这个侧面丢针就全部丢完了 我们这个侧面丢针就全部丢完了 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就是鞋的侧面 就是这个,这边鞋的这个侧面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来教大家织这个角的这个鞋背 这个鞋背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啊,因为我们在织这个花形 就是小辫子这个花的时候 我们这边上还要织两个来回的这个搓板针 这样是为了,就是两边都要织 是为了显得这个鞋子 因为织两边,两边织这个两行呢 两个来回的搓板针是为了显得鞋子上起来的时候 比较秀气,不那么臃肿 就是,就是起了这个作用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 第一个来回织的是深紫色 然后第二个来回织的是深眉红色 如果你想要用这个 中间的话 都是用这个深眉红色的做边的话 然后我们在 就是在这个织好之后 那我们第一个来回就用深紫色 如果你想用紫色的话 这个地方用紫色的话 那我们就在这个第一个来回的时候 用深眉红,因为我们这边 织的一款拖鞋跟这个是一样的啊 这个视频我们回头也会录的 大家看一下我们俩这个 这两个就是 这边是用的深眉红 然后这边就是全部都是用的深紫色 做的那个打底色 那我们这边是用的紫色开头织的 然后这个中间全都追深眉红 然后做打底色 这两个上面 中间的这个颜色还是有点差距的啊 因为我们俩边上 边上起的那个来回的时候 就是这个织好的时候 这个边上第一个来回织的那个颜色不一样 这个是深眉红,然后这个是 深紫色织的 我们这款棉鞋的话 我就是用的深紫色啊 大家如果想要用 你们想要的颜色 做这个小辫子花边上的这个打底色的话 那你在织这个斜边丢完了之后 第一个来回就要用什么颜色啊 就是 这边用就是这个第二个 深眉红 深眉红的话,然后我们在织这个的时候 就织深紫色,然后第二个来回就织 深眉红,然后后面全都是用 深眉红做打底色 那我们这边现在就不用加针了 我们织斜背的时候就不用加针 我们就全部用紫色织过来 这个深紫色先织一个来回 就跟织斜背后跟一样啊 不加不减的把这个全部织完 织一个来回的搓板针 这紫色一个来回织完 我们再换 再换深眉红的线 再织一个来回 不加不减啊 不要加针也不要减针 直接就是针上多少针 我们就直接织过去 两个来回就织完了啊 紫色一个来回 然后织一个来回 然后织一个来回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织这个 鞋背的这个小辫子的花形 小辫子的花形怎么织呢 大家看啊 我们就是这边织过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红色的线 放到后面放到这边 然后把紫色线拿起来 然后把就织反针的方式啊 就织上针 织辫子花的花形都是织上针啊 这样就把这个线放到这个 线放到针上面这样 织两针 织两针过来 我们把这个红色线拉一下 两针织过来之后 然后我们把紫色线往旁边放 就这个紫色线啊 紫色线往旁边放 然后把梅红色的线拿起来 然后用梅红色的线再织两针过来 梅红色的线织两针 再把梅红色的线放到一边 然后再把紫色线拿上来织 织 这样啊 再把紫色线放下 压放到这边 放到这边啊 然后再把梅红色的线 放上来织两针 再换 就是一个颜色 织反针织两针过来 就这样啊 反针就是上针的意思 就是织上针 就这样绕上去 然后线这样绕过来 然后再换线 再换成这个梅红色的线 这样 针从这个上面穿过来 这样 就是上针啊 这个也是很基础很基础的 棒针的织法 然后再换过来 然后再换紫色线 再换过来 梅红色的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小辫子的一边就已经 这样就能看得出来啊 就已经成型了 然后再换过来 再织过去 织两针换颜色 把这个线压 压到 用手这样压着 这样织过来 一针 两针 然后再把紫色的线 再把紫色线压过来 再换梅红色的线 这样 然后再换 就两个颜色交叉换着织 就是 一个颜色织两针 一个颜色织两针 这样 再换 再换 再换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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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换成紫色,最后剩下两针 这样啊,这一排就织完了啊 这排就织完了,这是半边的小辫子 然后我们再反过来织 反过来织织织另外一半边的小辫子 就形成了一个辫子织 这样子,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这个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然后这一针织过来 然后我们知道梅红色的线 我们把紫色线放下 然后把梅红色的线挑下来 这个第一针不织 然后再织一针过来 然后我们把梅红色的线放下 然后再换紫色的线 这样直接织过来 到反面的时候织什么颜色 就是这个线啊 大家记得这个线千万不要这样压着啊 不要这样压着,直接放到这边 放到这边就跟反面 就跟正面一样 再放到这边,然后再换梅红色的线 就这样啊 我们到反面织的时候 我们就是织下针了啊 不能织上针 织上针的话 你就织到这边来了 就不好看了,就形成不了辫子针 就要到反面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织下针 在这个正面的时候 在这个正面我们是织的上针 就是反针 然后我们到反面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正常织平针就好了 然后我们继续把这个线放到这边 用这个手压着 然后换梅红色的线 然后织完我们再把梅红色的线这样压着 然后换紫色的线织 然后再把紫色线压着 然后再换梅红色的线 然后再换梅红色的线 这样啊,压过去 然后直过来 然后再换 这个紫色的线 一定要放到这边啊 不要用这个梅红色的线压着了 然后再换 然后再换 这个紫色的线 放过去 再压着 再压到这边啊 用手压着这样 再把这个线这样放到这边 再换梅红色的线 我们织完这个颜色的时候 就把线放在那儿 不要拉到后面来 就正常放在那儿 放在这边 然后把后面的这根线 拉过来织就可以了 然后再换梅红色的线 然后再换紫色线 就一直这样啊 把它织完 然后再换梅红色的线 就一直这样啊 好 好 我们这一组就 这一组辫子枕我们就织完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织完之后 这个小辫子的花形就出来了啊 就是这样子 大家看一下啊 这样 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织完这个之后 织完这个小辫子之后 我们下面就换 把这个紫色的线压在这儿 然后用梅红色的线织 梅红色的线织啊 用梅红色的线织 直接又织一个来回的搓板针 织完一个来回的搓板针之后 然后我们再织下一个 就是我们织完一组辫子针之后 然后再织一组搓板针 然后下面再织辫子针 然后再织搓板 然后再织辫子 就这样循环啊 我们这个总共是要织11行 11个来回 11个来回 就是22行 11个来回 这个一个辫子就是一个 这一组辫子就是一个来回啊 就是这样子 大家按照这个 然后把这一组搓板针织掉 织一个来回织完 然后我们再织下一个辫子针 然后我们继续把这个